我带出去就到那个 荒郊医院草丛里面 我看什么 我每一只都给了人工受精 真的很累 第三天起来 有点虚拖了 老婆 那个猪他们现在怎么样 有没有一种 感受 没有还好 但还没有 他妈的医生讲 人工受精到底是怎样 第三天再把猪带去 每一只都给他人工受精 所以说妈妈带孩子来 就让我有点尴尬 你会让别人受过精 受过惊吓了 他有没有男朋友 他有没有女朋友 没有啊 那就是有男朋友了 妈妈我是支持多元成家的 所以才能可以直接签 是真的吗 第三天一个把猪带去 第三天真的已经累了 腰趴了 第四天一大吵 老公 我今天不行了 我就好累 你看一下我们的猪 他们有没有 有没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 老婆出去一看门吓一跳 老公 我看到猪是没有什么义状了 但是猪都已经全部都上卡车了 等着要出发了 所以这边还是不适合讲黄色小话 南部人比较纯洁 他的猪都已经在卡车上等了 真的 南部人隔壁是天主教堂 我真的不讲 讲一个关于修女的笑话 是哦 我真的不讲